今年618的持续时长也太久了 长到以至于今天6月18号都还没到 我就已经在这边分享618开箱了 我自己现在已经不会为了打折而购物了 但我会攒一些平时想买的东西 到618这种什么满300减50的活动再去买 其实还是能价格稍微优惠一点的 接下来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都买了什么东西 主要是服装球鞋还有一些生活用品 全程无广 放心观看 记得点赞 首先是一件来自Keepfresh的速册T 这件衣服我也是反复回购 主要是作为打底穿着 虽然同样是速册T 但我个人对于外穿以及打底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外穿我会更在意整体版型 而打底的话领口才是关键 对于内搭而言 如果T恤的领口过大 就会出现领口褶在一起搭拉下来的情况 视觉效果非常的邋遢 而小领口T恤在脖子处就会显得非常的干净平整 那这件T恤的领口就是小到勒脖子的程度 只适合跟我一样上半身比较瘦的人 我的脖围是37.5厘米供大家参考 如果不是特别瘦的朋友我就不做推荐了 另外 内搭T恤我一般都选择合身版型 太宽松的话腰部就会有褶子 扎进裤腰的话就会出现两侧过多的情况 而且内搭T恤对我来说就是消耗品 相比较更有名的ProClub 这件T恤会更加的厚实 270克当然夏天穿就会有点热 但既然是内搭了肯定外面还要穿一件 所以热不热这个时候对我来说就已经没那么重要了 主要是凹造型 然后是男生经典的白色长袜来自Sucks & Coe 这个也是我反复回购的单品 我自己应该有上百双袜子各种颜色各种花样应有尽有 但日常最常穿的其实也就是黑白色的袜子 但我会根据鞋子的不同来选择不同类型的袜子 像皮鞋我一般会选择再复古感一点的粗针袜 而球鞋的话就更多是毛巾袜 我个人对于袜子的需求其实就两点 第一点就是一定要稀汗 不稀汗的袜子穿着不舒服就别说了 这个夏天一多那个脚真的是邦臭 另外一点就是它这个上面的条纹一定要厚实且粗一点 尤其是搭配短裤的时候会显得更加有质感 那这双袜子就同时符合了我以上的两种需求 然后它是有一个毛巾款以及一个薄款的 夏天的话穿薄款会更凉快 但我只推荐白色因为黑色的话会有点透肉 看起来有点像那种中年男人穿的薄黑丝 接下来是一件来自Function的T恤 那这件T恤我是作为外穿 所以我会更加在意它的版型以及图案 首先版型是短宽版型尤其是衣裳特别的短 所以它会更加适合搭配长裤 都不用扎进裤腰就能显得整体的比例非常好 然后这件T恤用的是一个300克的索罗那魂纺面料 但是我最近看到超级多烤打索罗那的视频 我也在这边给大家总结一下 索罗那其实就是一个环保版的迪伦 但是被某些商家吹捧为高级面料 而且只要哪怕加1%就能挂索罗那的那个吊牌 而这件T恤是加了36.4%的索罗那 实际面料的质感平整而且有弹性 穿起来也不会特别热 而且它的抗皱速干性都非常的好 所以我的结论就是索罗那没有那么神 但还是有实际用处的 主要还是要看你到底加了多少 1%绝对没用 最后这件T恤的印花选择了一个音乐主题 我个人是尤其喜欢背后的图案 蓝色加黄色的手写字体 非常在我的审美点上 然后是一件Sport & Rich的T恤 它们是一个美国的运动休闲品牌 其实更多是女装 在女生那边其实非常有名了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它们一些字体 包括图形的设计 简约但是非常的高级 那这件T恤我同样是看中了上面的字体设计 非常有90年代那种运动品牌的感觉 而且它的颜色也很特别 是我个人从来都没有尝试过的一个浅绿还是翠绿色 上身之后意外的非常显白 至于面料和版型 这件衣服是Made in USA的 买过美产衣服的朋友都知道 美产是出了名的粗糙 然后版型也是欧美那种比较细长的版型 更加适合扎进裤腰来穿 最关键的是 这件衣服我不是在网上 而是在奥特莱斯买的 只要100出头 要知道它在国外网站上打完折 还要75刀 所以在杭州的朋友非常推荐 去夏沙奥莱的Force逛逛 不是广告 但是真的可以简陋 接下来是Mizu Toki的一条短裤 这条短裤第一眼吸引我的就是它的颜色 我最喜欢的蓝色 但是比起市面上更常见那种带有运动感的蓝色 这个蓝色是带有一些复古感 它的面料用的是一个日本进口的洋离子面料 这种面料的特征就在于 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像麻布 但穿着体验上又有迪伦的快杆以及抗皱性 非常的轻薄 穿起来也是非常的凉爽 版型和长度对我来说都是刚刚好 是一条不挑上衣 可以穿一整个夏天的短裤 并且它有一些小细节 例如圆形的腰盘 隐藏的扭扣口袋 以及裤腿这边的弧形开叉 简约且实穿 接下来是一条Arc Manca的水洗破坏牛仔裤 那这条不是我买的了 而是从我的好朋友叉叉那边白嫖的 那这条牛仔裤的水洗做的还是非常漂亮的 非常适合当下流行的顶南穿搭 然后在上面做了一些轻度的脏染以及破坏效果 不会太明显 但是又有一些细节 然后在裤脚则是做了一个不收边的设计 材质用的是14A的DANNING 非常的厚实 夏天穿的话难免还是会有点热 然后版型则是专门为粗腿和大臀围 打造的这个宽松版型 上身效果还是非常帅的 最后这条裤子的裤腰处 是用了一个松紧带的设计 可以适应不同的腰围 但就我个人而言 我觉得牛仔裤跟松紧带不是那么的搭 我还是更加喜欢用腰带 换个镜头 那接下来就是一些日常生活用品 首先是这个STRL的一个折叠收纳兜 其实很多品牌都会出一些周边商品 但STRL真的是无论从用料做工 还设计上都非常的用心 那这个兜其实我收到的时候 它就是一块完整的帆布 表面是这种帆布材质 然后背面是这种人字纹的迷彩图案 厚实而且水洗质感一流 然后车位部的四个脚上 就定制的YKK扭扣 扣上后就变成了一个收纳兜 放一些手表手饰之类的非常合适 而且放在家里也是非常好看的一个摆件 军事潮流感十足 然后是这本Vintage Masswear 这本书一共是从运动休闲装 军装以及工装 三个部分来介绍了一些经典的古着男装单品 翻开后里面都是各种图片 可以直接当作一本图册来看 但其实旁边密密麻麻的小字 也是介绍了每一件衣服的由来 为什么这么设计 又受到了哪些时代 以及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 很多人觉得服装是表面的 是肤浅的 但和其他事物一样 深入了解后就会发现 它也有它演变的历史 以及发展的故事 它也有它的内在 而且这么厚一本书 印刷质量相当高 只要70块不到 引用我朋友母哥的一句话来说 就是书籍是最便宜的财富 接下来是这个 来自Nightcore的信号灯 这个东西我是看了 播出的视频之后种草的 主要是拿来装在自行车前面 它有好几种模式 像这几种闪的模式 就非常适合放在车尾做提醒 然后这个白灯常亮 就适合放在车头 当做车头灯来照明使用 在慢闪模式下 它的续航可以达到47个小时 然后它也是一个模块化的设计 可以搭配不同的组件来玩 比如可以搭配支带 来当做一个头顶的矿灯使用 非常的有意思 然后是这个 来自Muji的一个小音箱 这个其实没有太多好介绍的 因为我根本不会拿它听歌 主要是拿来听播客用 所以对它唯一的要求 就是声音足弱大就可以了 其实某宝上也有一些便宜的小音箱 但我觉得设计真的都太丑了 而Muji这个晶天简约的设计 我觉得还是相当好看的 然后是一套自助换手表电池的工具 我之前在我们这边的店里面换过 要了我80块钱 要知道我的手表也才几百块钱而已 所以后来我网上一搜 发现还真有这种东西 你只要拍手表的后盖给卖家 他就会给你推荐相应的这个套装 这么一套只要20多块 我觉得比去店里面换要华善多了 最后一样 看一下这个豪华的包装 这是一把来自我们中国名牌 张小全的鼻毛剪 作为男生 我觉得不管你的穿搭做得再帅 是把各种巴黎世家上身 但只要你这个鼻毛戳出来半根 我觉得一切都白毁 所以一定要管理好自己的鼻毛 然后我之前自己用过那种电动鼻毛剪 真的不好用 有时候会那个夹到鼻毛超级疼 还是这种源头的小剪刀好用 这个也是我自己重复回购的单品了 家里包里都各备一把 除了剪鼻毛还可以修胡子 相当实用 除了以上单品外 其实这次618我还买了两双鞋子 一双是Klux的Wallabi GTX 还有双是Nike的ACG 这两双鞋子我收到后都非常的满意 但是不会在这期视频给大家分享 一是篇幅原因 二是我觉得鞋子这个东西 还是要长期穿一段时间 才能更好地给大家评测 大家可以继续保持关注 OK那么这期618分享就到这边 每年都说这个消费低欲望 结果一看自己又是买了不少东西 如果大家有任何觉得618值得买的服饰 或者任何生活类的单品的话 都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 本期视频差不多这边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赞 投资订阅 参联播 我是沙拉包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怎么这么脏啊 你说明我真的有在穿它